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套主角的配置 首先一个MacBook Pro作为播放音乐的光器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山林的第600的25周年款的一个DAC 再来输出到香里拉的这个静电耳放上 然后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因为我跟Hi-Fi曼编总聊过几次 他觉得太子带香里拉没什么问题 但是既然大家都想感受一下更强大的前端 所以我们这次就满足各位 听到这个耳机的声音之后 我们这边用了一个叫Head Acoustics的HMS4 Flash这个型号 这个人头其实是十多年前上海交代买的 但是在当时来说这个是市面上应该算是最好的选择 它不需要生卡 它直接可以把USB连接电脑就可以输出它的所有测试的音频和分析它的信号 所以说我们也不多说了直接就来播放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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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去年的香里拉播放环境不好 所以听感会比较刺耳 而交大的Head Acoustics声音绝对真是很多 那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可以结合着往下听 但毫无疑问的交大这边的录音才是更接近真是香里拉的声音 Coneha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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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与此同时 3Dio的这个录音机 它的动态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在遇到大动态的低音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会顶到音频的峰值 所以为了让声音不爆 它的中高频的部分就显得相对比较低 焦大的这个录音机 它的动态范围就很高 那如果你对比曲线 你也会发现 焦大这边的在重音的部分 你基本看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凸起 而在大奥二这边 它在中音的部分 波峰和波谷非常明显 而如果对比圆曲的曲线的话 会发现圆曲也是很平直的一条线 所以导致大奥听起来 整体响度偏低的原因 事实上就是这两者 共同作用的结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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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